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谁也看不见的阳台 有个城镇住着一位心眼特别好的木匠 不论有人求他什么事 他都能爽爽快快的答应 譬如 木匠先生 请你给我家厨房做一个鸽板 哎哎这很容易 昨天暴风雨 我家的木板强坏了 你能不能想点办法 那您可太为难了 我马上给您修好吧 我家小孩想养兔子 请给做个炒香 啊有了空我就给您做吧 木匠还很年轻 但手艺非常好 他只要挂在心上 甚至可以造一幢大房子 他是个很好的人 人们老是求他干点没有报酬的小活 因此他总是穷的 一天晚上 来了一只猫 咚咚地敲木匠睡觉的二楼房间的窗玻璃 木匠先生 晚安 请您起来一下 猫吉奇有礼貌地打招呼 窗户的那边 圆圆的月亮升了上来 对着月亮 猫尾巴竖得直直的 那是只雪白的猫 两只眼睛绿得像橄榄果实一样 木匠被猫那双眼睛一动不动地瞪着 身子不禁瑟瑟发抖了 你是谁家的猫 谁家的 我没有家 野猫 可你的毛色相当漂亮啊 嗯 我特别打扮了才来的 因为我对您有个特别的请求 哦 那到底是什么事呢 木匠把窗户打开一条缝 冰凉的风搜地吹进来 白色的野猫在风中用严肃的声音 一口气地说 请您坐一个阳台 木匠呆了 猫坐阳台 他叫道 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于是猫摇摇头 不 不是我要使用 有一位照顾我的姑娘 为了她 我才来求您的 阳台的大小 一米四方 颜色是天蓝色 地点是胡树大街七号 后街小小公寓的二楼 就是挂着白窗帘的房间 说把猫刷地跳到邻居的屋顶上 仿佛融化在黑暗中似的消失了 月光静静地落下 看起来 瓦铺的屋顶像是一片海洋 木匠呼得吐出白气 怀疑刚才是不是做梦 居然连猫都来请求给干活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自己的手艺竟传到动物那里去了吗 想着想着 身体不知不觉的有些热乎乎 陷进了温柔的梦中 没想到 第二天早晨 木匠哗啦打开窗户 在电线上停成一排的麻雀气声说 你要给做阳台吧 大小一米四方 颜色是天蓝色 地点是胡树大街七号 木匠扛着工具带在路上走 这一回 在树下游戏的鸽子说 你要给我们最喜欢的姑娘做阳台吧 地点是胡树大街七号 木匠的头有点发晕了 怎么回事 猫啊鸟的话 我怎么突然懂了 想着 她的脚步由自主地朝向胡树大街 在胡树大街七号那儿 的确有个公寓 那高大建筑物后面的房屋 二楼最靠边的窗户上挂着白窗帘 不错 跟猫说的一样 木匠赞许地仰看那窗户 不过 这样做可以吗 随便坐阳台 不会被公寓主任伸斥吧 她正想着 忽然有声音说 一点也不用担心 一瞧 昨夜的猫正端坐在公寓的房顶上 猫很高兴地说 阳台要和天空一样的颜色 然后我念点咒语 这样一来就谁也看不见她了 也就是说成了只有从里面才能看得见的阳台 猫用一只手抚一下脸 哎 爱情开始工作吧 姑娘现在不在家 她白天去劳动 到晚上才回来 我们想让她大吃一惊 因为直到现在 我们一直受她很好的照顾 那姑娘自己不吃饭 也要给我和鸟儿们喂食 我受伤的时候 她给我土药 小麻雀从巢里掉下来的时候 她给食起来小心地养育 所以 作为谢礼 我们总想给这杀风景的窗户 做一个漂亮的阳台 听到这里 木匠已经被猫的话吸引住了 好 我接受了 我家有点旧木料 就用它做一个鼎鼎可爱的阳台吧 木匠立刻着手工作 她搬来木料 仔细地用抱子刨好 量了尺寸 用锯来锯 再爬到房顶 咚咚咚地响起锤子 这样 当木匠在大楼后面 不像羊的公寓窗户上 做成天蓝色阳台的时候 已经是黄昏了 那涂了油漆的小小阳台 好像是玩具一样 好了好了 木匠想着 收拾一下 开始下梯子 这时 屋顶那传来猫的歌声 能开花也能收蔬菜 手儿够得到星星和云彩 谁也看不见的漂亮的阳台 木匠急忙下到地面抬起头 想要看看刚刚做完的阳台 可是 如同猫所说 阳台连影子和形状都看不见 要说能看见的 只有房顶 木匠摇了好几次头 揉揉眼睛 然后想 到底是什么样的姑娘 来打开那窗户呢 木匠在微暗的小巷 靠着石墙 点着了一支烟卷 他在等姑娘回来 他想 靠着墙吸烟 姿势可不大好 尽管那样 他的眼睛还是没有离开公寓的窗户 天已全黑 四周传来晚饭气味时 那窗户里扑得亮起了灯 白色窗帘摇动 玻璃窗打开了 接着 长长头发的姑娘探出了脸 一瞬间 那姑娘似乎特别吃惊 转身看了房顶一会儿 喊道 多了不起的阳台 他高高伸出手 这样说 第一颗星到这儿来 火烧云到这儿来 他的小白手里 好像抓到了星星和云似的 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从那以后 过了好几个月 寒冬过去了 阳光稍稍暖和了的时候 一个挺大的包裹 寄到了木匠家里 包裹用天蓝色的纸包着 还寄着天蓝色的袋子 木匠歪着脖子打开包一看 哎呀 里面装满了好香的绿蔬菜 有蜗具 有剪下来的青菜 有卷心菜芽 有荷兰芹 有菜花 还有这样一张卡片 这是在阳台收获的蔬菜 是给阳台修造人的谢礼 木匠瞪远眼睛 那谁也看不见的阳台上 居然能长这么多的真蔬菜 他马上把蔬菜做成色拉 在奇怪的阳台上收获的蔬菜 甜甜的 嫩嫩的 吃上一口浑身都舒服 到了五月 吹过的风送来花和绿月气味的时候 一件中等大小的包裹寄到了木匠那里 木匠打开包裹一看 里边是一箱颜色鲜艳的草莓 而且照样附着这样的卡片 这是在阳台收获的草莓 是给阳台修造人的谢礼 木匠给草莓浇上很多牛奶吃了 草莓凉凉的 香喷喷的 吃一口就觉得身子发青 这时 木匠想 真想到远处什么地方去呀 希望在沙漠的正当中 建立一座顶到星星的塔 这少年时期的梦 现在 在木匠的胸中 一下子苏醒了 再只能看见 房顶的小巷后的二楼 独自一人住着 已经有几年了呢 在窄小的工作场 连续造着房檐 几乎贴紧房檐的房屋 已经有几年了呢 啊 真想飞到锤子能当的 响彻天地的地方去 吃着草莓 木匠的心中 充满了对远处世界的 向往 到了六月 九鱼已停 在一个阳光又热又晃眼的日子里 木匠那里 又寄来了一个包裹 这一次是个细长的木箱 里面睡着满满的红蔷薇 这是阳台上开的蔷薇 是给阳台修造人的谢礼 木匠把蔷薇花装饰在自己的房间里 当天晚上 被花香包围着睡了 咯吱咯吱 是谁轻轻敲窗的声音 木匠睁开眼睛 房间里 蔷薇的香味冲鼻 窗外 上次的白猫端正地坐着 看着这边 猫一动不动地说 木匠先生 接您来了 您不愿意坐上天蓝色的阳台 到远出去 到远出去吗 到远出去 木匠猛然往外一看 呀 前次坐的天蓝色阳台 好像船儿一样 正浮在空中 天蓝色的阳台上 放着好几个大花盆 开满了红蔷薇 薔薇的织蜿 也缠到阳台的栏杆 长着小小的花蕾 在盛开的花中 站着长发姑娘 向木匠招手 她的肩上 停着许多鸽子 麻雀裙 在灼着薔薇叶 木匠的心 啪得亮了 形容不出的喜悦 也使她的心 咚咚直跳 好 去吧 她抱起猫 连睡衣也不换 从窗户跳到外边 在屋顶上走几步 扑地跳上了阳台 于是 阳台像宇宙船 一样地动了 朝着星星和月亮 朝着在夜空 飘忽的云 慢慢飞去 接着 不知不觉地 变得真正 谁也看不见了